薛珊珊 世界上最糗的事 应该是连续在老伴和心仪的人面前摔倒吧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老天 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 你鬼鬼祟祟干嘛呢 还好吗 还好 好 起来吧 吉顺 你好帅啊 走 我扶你进去吧 好 很疼吗 还好 来 放点花子 来 那边 去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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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齐帅 你干嘛呢 我等个人 等谁啊 珊珊 你好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谢谢你啊 怎么样啊 刚才那胶可摔得不轻啊 嗯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啊 没事没事的 只要不摔得头破血流 我就没问题的 不过就算是摔得头破血流 我也会很开机恢复的 你可千万别 你可别在我面前摔得头破血流啊 这要让风头风月知道了 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 你要没事了那我先回办公室啊 以后走路小心点 拜拜 拜拜 珊珊 杜凡 你这是 我 我那个刚才不小心 在血底里摔了一跤 摔了一跤 你 你这衣服怎么都湿了呀 你交给我吧 我用春风机帮你吹干 没事啊 这一会儿就干了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交给我吧 再说了 整个集团估计也就只有我们总部处能有吹风机 那好吧 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吧 我请客 就当然是谢谢你 好啊 那好吧 我那我先走了啊 交给你了 好 放心吧 拜拜 中午见 拜拜 来 再大的恩情送一个月就够了 总不能让老板送一辈子吧 喂 喂 阿妹 你不不今天又是来给我送午饭的吧 没有 那就好 那就好 那我们就去吃饭了啊 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我们请你吃饭 好呀 那这个礼拜天我们一起逛街吧 我啊正好想买衣服 好啊好啊 那你到时候联系我 嗯 好 盛盛 老板呢是没叫我送午饭下去 不过呀 他叫你上来拿 拿 拿 拿什么 午饭啊 你 你没听错吧 没有 阿妹 能不能麻烦你把电话拿给老板啊 好 你等一等啊 我问一下 老板 老板 我是薛珊珊呀 什么事啊 是那个 关于盒饭的事 那天 那个封小姐说 关于午饭的事情 薛小姐 我想我请秘书不是为了你服务的吧 嗯 对啊 对啊 老板英明 你从事上阿妹给我送饭 这就是对人力虽然的一大浪费啊 所以要再也不要麻烦阿妹给我送饭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自己上来拿 怎么了 怕什么事 快快给我说说 跟我说说呀 你去跟东方一起吃饭吧 我辛苦了 就二十块钱 嗯 蛇蛇 你可真大方 哼哼 顾老板 好了 好了 嗯 你是不是又有饭盒吃了 看来老板真打算养你一辈子 以后我可就靠你来提鞋了 提什么鞋呀 你别说提鞋 以后你让我给你擦鞋都行 我 我去吃饭 提鞋你的钱 不行 这件事情我今天一定要跟老板说清楚 永绝后患 冲啊 好 那个 阿妹 嗯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 嗯 说 就是 嗯 我上次跟风月小姐说 让她不要再给我送盒饭了 但是她好像故人多样事 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所以呢 今天 嗯 能不能麻烦你展高老板 让她以后千万不要再给我送盒饭了 我以后再也不来打扰她的工作了 哎 你知不知道风月小姐的电话呀 能不能告诉我 我亲自跟她说也行 就算 我有风小姐的电话号码 也不能随便给别人抵押 而且啊 不管明天有没有盒饭 今天啊 就是有 所以啊 你们快点进去吧 老板在里面等着你了 快点往进去 不是啊 别磨蹭 珊珊 别磨蹭了 让老板出来接你啊 来 来 老板 先生先生到了 我没看我没看我没看 我没看我没看 来 珊珊 珊珊 进去吧 我进去吧 别再来 快点 老板认真工作的样子 还挺帅的啊 哎呀 我的心脏怎么跳得这么快 这就是成肉中的胸口 有一只小鹿在乱踹吗 雪珊珊 过来 来 刚刚我是被老板的美色诱惑了吗 不过他刚刚叫我名字的时候 真是太让人陶醉了 怎么从他这里念出来我的名字 怎么那么好听啊 多说越危险的生物 外表就越吸引人 果然是真的 你是在念咒吗 没 没有 稍微等我一下 我没问题的 你忙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你的盒饭在那边 嗯 天哪 这个风小姐怎么越来越夸张了 一个比两个 难道真的要把我验成飞雪牛吗 那个两个 老板我真的出不了 太多了 其中有一个是我的 嗯 那个老板我已经跟风小姐说了 不要再给我送盒饭了 我真的不能再吃了 都是吃什么补什么 你看我面色红人有光泽 然后再这样吃下去的话 我真的要成猪了 她的事情我管不了 你去跟她说 那我怎么联系风小姐呀 她去欧洲了 一个月后回来 一个月 那 那就是说我 我还要再吃一个月的 和饭啊 薰小姐 你是不是特别不好意思 这么白吃白喝呀 是啊是啊是啊 我公不收路嘛 怎么能能白吃白喝呢 我妈说了是人家最早拿人家收人 我现在都已经横向发展了 那我只能快速进去打算了 全体这么不好意思 她就做点事情 抵餐费吧 妈妈把这个菜里面的胡萝卜丝 还有这个菜里面的青椒丝 都挑出来 啊 哦 好 挑仔细一点 就像那天挑香菜一样 好歹我也是个财务助理啊 虽然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那再怎么说 我也是一个大学生 现在沦为挑菜工 可你不吃喝饭 挑完了 你要去哪儿啊 我有说过这儿你拿走吃吗 可是我在这儿吃会打扰你 就在这里 可是老板 我不想吃第二台 哦 都吃点开 要吃吗 大学生 不够用不 Į乳 又欲烦 比你一切感到有点 怎么办呢 咱们去做一个事 我认识你 你真不爱 你是我 你真不爱 我你真不爱 你真不爱 我很不爱 还是被你识破了 顾安是老板 逃不过你的法眼 怎么还有啊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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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来你能做好的 就只有吃饭了 我能做好的事情多了 我还能睡觉 还能发呆 还能花痴 好 老板 下午的会议流程 放你的桌上了 你们慢慢吃 我先出去了 好 好 薛珊珊和老板在吃饭 没事儿 我们让你吃饭 没事儿不要打扰 薛珊珊和老板的吃饭 没事儿不要打扰 谢谢 你跟班的老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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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班了 下班 下班 下班了 下班了 拜拜 辛苦了 明天见 不辛苦 明天见 见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ora 下班 再见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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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 来 来 来 再见 再见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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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见 原来如此 连杜凡都知道了 天哪 苗元的力量也太可怕了吧 这么快又传遍公司了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